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到这儿 我们作为中华儿语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 自豪 自信 因为汉字最能体现中华文化 汉字几千年来 这么样发展 经历了那么多坎坷 他依然的这么好的服务我们 跟上这个信心化时代 我们应该以他为骄傲和自豪 可以说汉字的魅力 它是历史的 是文化的 是审美的 它也是无穷的 总结这个文字的发展 它这个变就是适应 社会需要 适应应用 是它的根本 所以现代化转型也是这样 走出书写困境 也是为了应用 那构型危机的解决 也是为了发展应用 我想 未来也会如此 说到这儿 肯定有 有人会想 那二十一世纪了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信息化已经发展到 什么大数据啊 云记散啊 人工智能啊 我们现在 不要写字了 我们想传递信息 对的那一讲 手机 现在手机太厉害了 你一个语音就传递了 语音还不行 来个头像就传递了 文字不是传递信息的吗 我们这么方便 还要文字干嘛 随着这个信息的 传播储存加工 它这种信息化 这种技术化以后 这汉字到底要干什么呢 何况我们现在 已经差不多不会写字了 TV网字 经常在电脑上打 电脑上不是写字哦 电脑上打字 你只会打 它就跳出来了 这是信息化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那这个 未来汉字会不会消亡啊 大家一定会这么想 也有人问过我 怎么看这个事 我说 我不敢说汉字啊 一定会消亡 我肯定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 它有没有可能消亡 或者说它一定不会消亡 我们现在好像 都还不能够做出一个肯定的 绝对的回答 但是我很相信 我认为汉字在信息化时代 一定会有它自己的发展之道 一定会沿着它的历史轨迹走 因为文字是文明 文字是历史 是文化 是审美 是人的心理机构的综合 中华文明 只要能够持续发展 汉字 一定会 永远地存在 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 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的汉字的地位 会越来越高 不要看 现在前世界都用英语 还发表学术论文都用英语 如果哪一天 世界一流的成果 都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 我就建议我们清华同学老师 你写文章啊 不要到外国发表 到汉语杂志上发表 用汉字发表 你要发表的都是诺贝尔基 这样的成果 然后外国人就得看中文杂志 看中文杂志就得学汉字 以后汉字啊 就像英文一样走向世界 有没有可能啊 我希望 有这种可能 这就是民族的自信 文化的自信 任何语言文字的强大 都是与它的民族文化的强大 与它的发展相关的 我们看到世界上 英文和法文地位的变化 实际上就是体现了 实力嚣张的变化 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 学习汉语汉字 所以我对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 未来充满信心 对中华文明充满信心 所以我对汉字的未来 也充满信心 我对汉字的未来